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维朗读 今天分享的是 做个聪明新老人 康德说 老年时像青年一样高高兴兴吧 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成歌 老年好比夜鹰,应该有他的夜举 确实如此 聪明的老人不仅能把日子过得温馨幸福 还能在人生最后一个黄金时期活出风采 这样的老人走到哪里都受人喜欢 放下争吵的心 吵的时候闹心,吵完后伤心 吵闹既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就学着心平气和的去交流 有话好好说的老人才是最可爱的 不必原谅所有人 在生活中 总会遇到一些有意或是无心伤害你的人 也许他们的伤害成就了更强大的你 但是你若觉得原谅这些人会让你陷入十分纠结的状态中 那就听从新的安排 没有健康不行 再有钱 再快乐 也买不到健康 钱是身外之物 健康却是实实在在 每日适量运动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能延缓身体衰老 保持头脑清醒 身体好了 钱也就攒下了 科学健康饮食 不瞎吃 不乱吃 吃得新鲜 吃得健康 少喝酒 多吃菜 少吃肉 多吃素 不抱饮抱食 不要害怕浪费 每日七分饱 健康自来找 不为儿女所累 自力更生 自己养老 儿孙自由 儿孙福 自己生活 嫌过好 子女家事 少参谎 该让你管 你再管 一视同仁 不要偏袒 多培养兴趣爱好 趁着还不够老 多培养几个兴趣爱好 出去旅行 和不同的人交流 开阔眼界 少吃些垃圾食品 注意保养 用心经营 和家人朋友的关系 不随便发脾气 这才是一个老人 应该拥有的生活 不求貌美如花 但求不负年华 别去自寻烦恼 自古是病找人 没有人找病的道理 烦恼也是一样 所以聪明的老人 从不会自寻烦恼 人到老年 脑力和体力 已经走下坡路 世界是年轻人的 现实就是这样 我们要学会知难而退 很多事情操太多心 也无力改变 莫要影响了自己的情绪和健康 看透不说破 聪明的老人 懂得适当糊涂 抓大放小 不过于拘泥 细枝末节的事情 让自己和别人 都能活得轻松自在 对于有些人 和有些事 看透不说破 心里清楚就好 学会享受生活 不要舍不得 对自己好点 趁现在能行动 该走就走走 该玩就玩玩 不乱花钱 但该享受的 一定要享受 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快乐高于一切 一辈子很短 快乐就好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学会宽容 不去计较 忘记名利 忘记恩怨 忘记烦恼 与人为善 不图回报 快乐来找 保持年轻心态 前半辈子努力 换来后半辈子幸福生活 好好享受 别浪费大好时光 人到老年 就要这样过 好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做个聪明新老人 来自易静 点击一下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